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马英九 随着我们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 台湾的耕作的面积就越来越减少 修耕的面积在民国95年的时候 达到最高的水准22万公顷 农村人口就外流 尤其是青年人口 对于农村的繁荣 还有粮食的自给率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三年来我们因为看到这种现象 是非常的忧心 所以说我们就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 一方面希望能够留住年轻人 二方面希望能够把修耕的土地来复耕 那么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这不但是农村的繁荣 还能够影响到我们粮食的自给率 也就是粮食的安全 而粮食的安全呢是国安的问题 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自国洲际特别的请了两位来宾 一位是来自于屏东的 宝岛南方早的负责人潘志明先生 总统好 然后各位网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鹿谷实业公司的经理 苏伯嘉先生 他名字叫做鹿谷实业公司 其实他是稻农 那他当然也负责这个销售啊 所以说你看那两位呢 伯嘉是29岁 志明是33岁啊 都只有这个30这个上下 那么一位是从桃园的新屋 一个是屏东的高树 那么在桃园呢是种稻米 在高树的是种蜜藻 两位的背景不仅相同 年龄相近啊 但是呢 他们原来都是在都市 这个读书啊 做事 可是决定了回到农村 回到他们自己父母的本业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现象 也就是说原来是从农村外移到都市 现在呢反潮流回到了农村 而他们现在的收入呢 不会比在城市里面从事企业来的少 那这对我们来讲可以说 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一种现象 因此我今天特别请他们两位来 然后了解一下他们成功的理由 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么我知道志明啊 学的是企业管理啊 本来在高雄是开餐厅的 那么他现在是屏东蜜藻方面的达人 各位看到他种出来的蜜藻就知道 这个名不虚传啊 已经到大城市 你在高雄开餐厅了 但是却愿意回到屏东种蜜藻 是什么力量 什么原因 什么动机让你做这个决定 其实这是一种亲情的呼唤 是在三四年前的时候 因为我疼惜我的阿嬷 她中风 所以在她最后那一段日子 我很舍不得 然后那时候我在高雄是开饭馆 那我都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 开车回去 然后跟着我太太 去陪着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就每天这样 最后陪着她一百天 然后因为家里从小就是种蜜藻的 所以对农村本来就有感情了 然后又因为阿嬷这样的状况 使得我让我觉得 其实年轻人回来农村 其实用不同的方式来耕作 来做行销 应该是很有一个出路 所以我就把高雄的饭馆 就慢慢的放弃 然后回来接这个蜜藻的一个工作 博家跟你的情形必一样 他是念这个农村规划的 就是他等于说是学农 96年退伍之后 就加入这个农业 跟产销班的另外六七位年轻人 一起来负责包装跟行销的创新 所以说你做的呢 农业加上一点点这种企业了 对不对 然后呢你念的科系 又是这个农村规划 所以你等于说 真正是一个专业的农夫 什么力量让你留在这个领域 我信物是一个很纯朴的客家乡村 我小时候农忙的时候 都是在田里面帮忙割刀收获 插秧的时候也在田里面帮忙 我们家也是三代物农了 然后在我差不多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实施修根政策 田里面有时候割完稻 他才去控窑 田间就是漫目的 一股很愉快的乡村气息这样 可是从实施修根政策以后呢 新物厢更座面积原本是6000公顷 一下子修根以后只剩下 差不多600公顷的更座面积而已 虽然说是有在实施田间的管理 绿肥的作物 可是久而看到杂草会重生 然后现在政府都推行了小地主大电脑的政策以后 我们也希望说投入自身的力量 带领说一些修根土地能够活化 实施是土地复根 从他们两位出身农家 然后又愿意再从事农业 即使这个已经有了都会的经验之后呢 仍然决定啊 这个毅然回到农村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换句话说 农村的青年离开农村不见得是永久性的 如果说在农村还有机会的话 他还是愿意回到农村来啊 尽他的心力 一方面对土地的感情 二方面呢就是发展的机会 并不比都市来的差 那这三年来我们推动小地主大电脑 以及农村再生这些政策呢 就是希望透过工的力量 把资源投进去 然后提供一些诱因 你像小地主大电脑 就是看准了台湾农地面积太小 你如果在那样小的面积耕作的话 没有办法产生这个规模经济 所以希望能够农地扩大 可是扩大这么多农地上的农民怎么办呢 有些已经很老了嘛 那他自己也可能想退休 可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透过一些诱因呢 让他能够把土地这个出租 然后我们农会贷款 然后政府补助利息 用这种方式让年轻的农民取得土地 那老农呢 他还是维持他老农的身份 可以领这个老农津贴 可以参加农民保险 不过呢他就不必耕作了 然后他的收入也会因此增加 那土地的得到利用 可以说是一个多盈的局面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两位参加小地主大电农之后 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样你种蜜枣 原来农地是多少公顷 之后是多少公顷 我因为蜜枣是算是国树 所以没办法一个很大的面积 它是一个精致农业 我回去的时候原本是1.4公顷 那我今年扩增了到2.6公顷 目前的工作面积 葡嘉你那边的话呢 原来多大后来多大 我们原本是投入一个产销班里面在经营 产销班原本的契作面积是80公顷 哦里面有契作 对有契作 80公顷的工作面积 那是从98年开始实施小地主大电农以后 然后我们本身呢 跟一些其他的老农 都跑去承租一些土地 现在合计在100年的时候 是150公顷的面积 哦 几乎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 嗯哼 事实上从你们 你们是一个个案啊 可以从全国的通案来看的话 国内休根地最多的时候 是民国95年 就是5年前 那3年多前 我们上任之后 你就开始推 那个时候95年的时候 是22万公顷的休根地 我们实施小地主大电之后啊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8412公顷参加这个计划 小地主呢 这个有这个一万多人参加 一万三千多人 大电农 就像你们这个大电农的话 也有八九百人了 那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 就是一看到你们的感觉 平均年龄42岁 所以你们是 是比这个平均还要小 是帮助我们把那个 超过42岁 拉到42岁 我们看到就很开心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把休根的土地复根啊 这就是一个多营的局面 老农可以退休 年轻的农民 有更多的耕作面积 第三是增加这个规模经济啊 同时呢 也能够让我们粮食的生产增加 所以我们常常算起来 是四营或者五营 不是双营而已啊 我们今年本来目标是七千五百公顷 现在已经超过了 现在已经八千四了 而且还在扩张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政策 对老农的一个鼓励 假设他把他的土地啊 能够提出来 出租的话 每一公顷 每一个月 我们补助他两千块 这个以三公顷为限 换句话说 他如果有五公顷的话 还是只能做三公顷 不过我们这样子给他之后呢 他的离农津贴啊 就可以增加到六千块 这样的话 他的诱因就更多了 他就更愿意把这个住出去 然后更多的年轻人 就可以回到農村 我们希望是这样子 就你看的话呢 会不会像这样的工作 首先大家要从都市回到农村 第一个想到的时候 收入会不会太少 你觉得呢 有心要回来做的人 其实在农村 在乡下不见得找不到工作 其实收入也不见得 比在都市还来得少 只是愿不愿意去做而已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回到农村来做耕作 是因为主要以前的农村形态是小农制 我可能我一个一户人家只有一甲地的面积可以做到作 所以那个收入可能真的太少 可是目前小弟子当你真的实施以后 我可以承受到10甲地的跟作面积 一个人做10甲地 一期到作的收入大概是50万 两期到作如果说收成好 没有天灾 大概也有100万的收入 所以这个是一个诱因 就是他跟作面积大以后 自然收入就比较多了 这个扩大跟作面积 并且把产品跟精致化 换句话说价值 可以提升作物的经济价值 那你的蜜枣还有你的米 在这些方面用什么方式能够提高它的经济价值 我采用的是种植不重量 那所以在整个栽种过程 是跟一般的农民的栽种过程是不太一样 我到最后产出的时候 我只是要产出就是市场的需求而已 并不是所有的水果 所有的结果都一并产出 所以我在最后会做一个输果的动作 我会把比较不好的 或是果形比较差的 我就会把它做淘汰 所以最后产出的果品是比较精致 是比较整齐的 那在整个包装 整个行销通路上 在整个包装再多用点心 然后做不同的包装 走不同的风格 现在是要以市场为导向 并不是要以自己栽种的立场为导向 是市场要的 它是需要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该把不好的东西生产出来 再卖到市场上去 所以在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农民可以自行的 在那里做一个筛选的动作 这样会相对会提高价格 那消费者意愿也会提高 那市场导向 对 不是只是为种而种 你为市场而种 所以很明显的你这个经济价值就会提升 你要跟着市场走 对要跟着市场 博嘉我看你这个米也很讲究包装 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吗 当然因为米这种东西是日常生活常常都在吃的东西 可是米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说 米它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们特别从品种上面有挑过 桃园改良厂特别研发的桃园三号这个一种 再就是行销的包装上面 也知道中天也知道说 国人的米食消费量逐年在下降 如果是提升米食的消费量 或者是把米食带到不一样的使用的方向 比如说米面包 对啊 就常用就是 送礼 过年的送礼 洗米的部分 让食米不是只有日常生活中在吃 变成一个伴手的方式去做 讲到米啊 因为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有革命性的改变 原来那个时候三十多年前啊 每一个人每一年要吃九十八公斤的米 现在只有四十八公斤 整整减少了五十公斤 很可怕的 现在小孩子的早餐啊 几乎看不到米了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面包啊 汉堡啊 什么三明治啊 或者烧米油条都不是米嘛 材料其实都多半都进口的 这个我们粮食自给率变低 跟这个绝对有关系 因为你消费者少了嘛 那你现在种米啊 你有什么办法 你觉得也希望政府怎么样帮助啊 更多的人能够改为吃这个米食 就是多宣导消费者说 吃米不会变胖 常常有人说 吃米会发胖热量很高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推动一个 你可能听过啊 我们就鼓励大家每一餐啊 至少吃一口饭 一口饭吃下去呢 一年啊 我们可以复根五千六百公顷的农地 这个这个一口饭啊 他这样吃下去的话啊 一年就可以吃到一公斤 那两千三百万人 每一个人吃一公斤 就两千三百万公斤啊 就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这个复根五千六百公顷 第二呢 我证明吃饭不会胖 我几乎三餐都吃饭 你说我又没有胖 那都说嫌我太瘦了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绝对不会 饭其实不是胖的原因 吃得胖主要是油腻啊 跟甜食 米都应该还好 而且米非常营养啊 所以怎样这里我想到这个 未来十年啊 我们农业政策的目标呢 就是打造一个乐活农业 要让它年轻化 而且呢增加它的价值 像我们最近 去年跟大陆签了ECFA 今年开始降税了 有一些农产品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 怎么样正面的帮助 签了ECFA之后 所有的像我们屏东的农会 都回耀起来 大家都在做外销的动作 因为市场 大陆的市场打开了 所以其实我们蛮多蜜藻 都是配合着农会 配合着当地的农会 做外销 那大陆市场打开了 因而新加坡市场 也跟着开启了 所以其实蛮多通路商 蛮多这个贸易商 他都愿意过来 采我们的农产品 过去那边做贩售 这我就很好奇啊 你的产品 当然都是很好的产品 是 卖到大陆 卖到新加坡 你外销一多以后啊 国内会不会不够了 会 会不会价钱会高了 会有通膨的问题 这样子啊 所以蜜藻也会有通膨的问题 那会不会消费者说 留在国内啦 不要外销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呼声呢 不会 因为还有许多土地可以利用 这样子啊 我们还有很多土地可以利用 所以你找到市场 回过头来 就在扩大你的 众生面积 那也会有更多的 农民愿意加入这个行列 因为市场看好 我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其实像你们这样 不是只有你们少数年轻人 很多云林的 在种马铃薯 红萝卜 这都是 而且是外销为主的 就跳过内销直接外销的 销日本的 都做得不错 而且有些年轻人 他甚至于在企业界 已经有一些证兆 他都愿意回到农村来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对农村的期待很高 而且越来越感到有信心 没有想到 小地主大电脑 推出之后啊 能够这么快的 就达到八千公斤 已经超过我们自己的 设定目标了 所以非常谢谢两位啊 很热心的参加 小地主大电脑 也希望回去之后啊 能够多帮我们推广 那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参加 尤其是这个推广米食啊 还有这个粮食安全的 这功能在里面 更是应该来加强 今天非常谢谢 你们两位来参加 加油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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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